过去50年 美国不管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国 动辄不是经济制裁大国 就是派出军舰航母警告威慑 宣称维护全球秩序 是它身为第一大国的使命 自美国伊朗争端以来 伊朗一直维持强硬姿态至今 更是在6月20号对外证实 击落美海军一架MQ-4C海神无人机 这是美国全球鹰家族被击落的第一架无人机 从来都只有美国打别人的份 这次不仅被别人打 伊朗击落的还是美海军战略级的宝贝 要知道 目前在美海军服役的海神无人机仅有两架 总共拥有数量不超过10架 与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相抗衡 伊朗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伊朗之所以在这场耗时长久的冲突中 越来越强硬 是因为伊朗看明白了 一手主导对伊制裁的特朗普 并不想真的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海外地缘战 一方面是美国国内不希望美伊之间发生激烈的 尤其是长期而持续的武装冲突 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跟全世界几大经济体 同时打贸易战 伊朗作为地区性大国 什叶派的棋手 哪怕是美国也不可能三朝两世就把伊朗放倒 特朗普没钱也没精力去跟伊朗开启第二个伊拉克战争 摆在特朗普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么顺利通过明年的大选 特朗普只是想下不想打 种种因素制约了美伊冲突扩大化战争化 美伊冲突的根源其实在石油 2018年美国对外宣布自己成为能源输出国 与伊朗等产油国从消费合作关系变更为竞争关系 同年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多方制裁至今 企图让伊朗等原油输出国的油品出口量降为零 目的昭然若揭 即使只是为而不打 局势的日渐紧张已然阻碍了石油出口运输 而受这次伊朗击落美海军无人机的影响 国际原油价格再次大涨3% 已成为能源输出国的美国必然从中受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